洗幣的最大不同今天的重点 战友们再说一遍啊 洗幣的所有收到的法币等同以前在银行里边 已经明确的 我再重申一遍啊 一分钱不能动的 你看白皮书 任何情况下 就是你所带来的法币的稳定币 像对应的HDO 是不会做任何金融产品 不做任何杠杆 不做任何其他挪用和支付 不受任何所谓的市场波动 就是HDO HDO就是洗联储的美元 对应的就是美元 永远不会改变 不会像USDT LUNA去把自己的所谓账上的法币 他把钱只要挪用了 你是买了比特币 你是买了NFT 都不重要 只要你挪用 离开银行都叫挪用 所有的洗联储永远的钱 只要你变成HDO了 永远不会 你买了HCN了 那你这个钱你说的不算 那些洗币说的算 那些洗联储说的算 只要你在HDO你的账号上 永远不会有任何挪开 不是挪用 挪开参与任何杠稿 这是绝对的 绝对的 没有任何余地的 那么大家刚才今天谈到的事情 为什么NFT ETH 还有LUNA USDT 他都是把钱挪开了 去买了比特币和其他其他产品 这就给了共产党 还有朝折地 因为对方有比你钱多的 这个数量的时候 他就可以买你 已经投机的任何全买掉 然后他给你做空 就像做这个LUNA一样 就像USDT一样 我抛掉一部分 我再买一部分 我把你锚定的东西 再做价格空 你赎回不了了 那你就直接稳定币 变成最不稳定的币 所以稳定币的核心 就是锚定的物 永远不能有任何杠杆 不可挪开 不叫挪用啊 你像赵长鹏 我再说一遍 赵长鹏的60%的钱 全部都买了NFT 买了67 买了比特币 所以你现在你有本事 你到币安 你去贴线去 绝对你贴不了 为什么 他把钱给买了 他已经赔了 他已经赔在了NFT 已经赔在比特币 实际上币安比LUNA还惨现在 这就为什么敢说 你现在任何情况下 你去到汇丰银行说 我去取钱 美国要取钱 你取得多 只要是挤兑 只要是大家一起去提钱 肯定没了 他把你的钱 已经花成五倍贷款出去了 他拿不回来嘛 他肯定就破产了 倒门了 但习联储永远不会